五十一知天命,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年龄段,所以也不太好多讲。 不过先就知天命来说,我们身边的朋友家属,那多大年纪都有,看他们怎么过的,好不好呢?扭的真的很差。 知天命,那是自古圣贤所立的志,所应该做到的,至少君子也要向往,现代人没所谓,活了大半辈子白活,活不明白,动不动科学科技,现在主流价值,物质,享受。 那反正就是外的这些,受这些所牵引操控,反过来驾驭你,物质决定意识,完全高发。 那还有一种人呢,就相对的迷信了,求生拜佛,打挂了,算命。 那整天就在这几个八个字里面出不来,你这个局,他本来就是死的,脑筋也是不开窍的。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不信的人信,让新的人不要迷信。不信,就对了。总要平衡。 你把这个道理,原理讲出来,然后人怎么样慢慢的,还有一线生计,去调整,完善。 你下一次来的时候,至少想想你过往,知道你哪儿欠缺,提升了,再来就不怕了。 那这就不叫改了。 还有,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段,身体,不管男女已经帅了。 男,讲八八六十四,说六十四岁。 当然你还可以再加一个八,说现在人,生命长了,也可以。 但是很勉强了,到四十,没有不帅的了。 你看他的皱纹,多了。 皮肤没有那么的光泽饱满了。 那就是甩拢。 除非你修炼自己身体,什么牙齿反生,鹤发童颜。 心性也回到童真自然,那当然了不起。 如果你能这样,你生出来的孩子就很健康。 你的精气身足够用,还能做很多事情。 要保养啊,要爱惜自己这个身体啊。 到家讲修身也是很重要的。 都是一体的嘛,身心里。 所以说,什么年纪,该做什么事。 如果他四十还没有结婚,那真的是没有例子的话。 这一生恐怕孙子是不太好见了。 现在人只考虑当下,玩的尽兴怎么样。 目光短浅,熟目从光,富人之间。 那除非你有一些特别的原因。 主观,客观。 到这个年纪主观就不要太多想。 客观配不配合,勉强过得去就行了。 有一个伴,过日子。 那两个人,再怎么样。 差不多就好,就能整整日上一点。 那当然,除非你有特别的原因,特别的追求。 那是特别的,特别我们不讲隔离。 然后,加上之前那几十年的经验。 在这个时候,通常来讲,不讲隔离。 应该达到了事业的一个顶峰。 女人呢,那可能摔得更早一点。 女性能吧。 但是,也不白活。 那我可以在内在,在知性各个方面, 衬托整个家庭,我越来越优秀。 这才对。